其实谈谈 很多化妆新手姐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困扰 化眼镜的时候不是不敢用色 妆前妆后完全没有区别 感觉化了一个寂寞 就是配色比较混乱 看上去眼影非常的显脏 所以今天给你们分享三款 超级简单 有手就能学会的新手眼妆 超级干货 不要忘记收藏一下找到咯 第一款呢 是最基础也最使用的大地色系眼妆 美瞳选择十同的这款宁月前赫 它是这种很自然气的巧克力棕色 就是可以微微的放大眼睛 但又不会显得很夸张 还是蛮适合上学啊通勤啊 这种日常的场合来带来那种小心机款 像新手在画眼妆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失眠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的眼睛会比较容易脱妆嘛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要保持 你的眼部状态是比较干爽的 你可以拿一块粉饼 拿一个这样的小刷子 在整体定妆完之后呢 拿这个刷子来重点定一下眼妆的区域 必须会用到的工具呢 我帮你们精简了一下 大概就是这四把刷子 它们具体的功能呢 我会打在这边 你们可以截图收藏一下 拿这颗前笔色来铺一下 整个眼窝的范围 第二步呢 取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棕色 我们在画的时候 第一笔一定要落在睫毛根的位置 从睫毛根的这个位置 贴着它慢慢的向上映染 注意如果你是想放大你的眼睛 你可以把你这个卧蚕的区域 都涂上这个颜色 然后这边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笔这样子竖一点 这样它画出来的范围不会太大 我们来画一下卧蚕的区域 然后最深的地方是你眼中的正下方 还是用刚才这支笔取这个最深色 然后来加深一下我们下眼瞼的位置 这个加深的时候你可以微微离开你 我眼眶一点点 画当片是很多新手容易翻车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单独去买一种底色比较透的细闪的亮片 点在稍微和你的眼头有一点距离的这个位置 在这里点一下 然后第二下呢是要点在你瞳孔的正下方 第三下呢我们就点在这个瞳孔的正上方 这样子三个点画起来之后 你的眼睛的亮度有了 但是呢是完全不会显脏的 那我们把睫毛和这个眼线都给补上 第二款眼装呢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画的 就是这种比较偏藕粉色调的 也是一个全哑光的眼装的画法 因为还是有些景面不太喜欢的亮片嘛 像我自己也是初学的时候 是特别喜欢那种哑光的眼装的 而且这个眼装会显得眼神非常的温柔和高级 那我们先从第一部美瞳开始 美瞳我画了一副这个阿木瞳的 这个色号应该是阿木茶茶 这个色调是那种很温柔 很日杂感的亚马棕色 上眼和我这种深头的融合效果也很好 就是蛮适合那种日系淡妆的感觉 然后这个偶粉色眼妆会用到的呢是这个盘 这个盘虽然是八色 但也是蛮适合新手的 因为它其实是上面偏冷粉色 下面偏暖粉色的这样的 两个四色眼影盘的一个组合 拿这个颜色来进行一下整体的铺色 拿这个粉色呢作为一个加深色 取色的时候也是单面这样取色就可以了 第一笔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竖着 点在这个眼尾靠近睫毛根部的这个地方 然后点完之后慢慢的往前晕染 卧蓝位置可以拿一个修容色来稍微的加深一下 然后取这一颗浅米色把它涂在卧蓝的中间 还有我们刚才留出的这个没有画眼影的眼皮正上方的位置 取这个最深色我们直接来画一条眼线 第三款也就是最后一款眼妆呢 是最近非常火的这种有点偏奶茶色的泰式小烟熏 像这种偏酷一点的妆容呢 美瞳就可以选择带一点蓝绿色的这种偏冷色调的 带石红的这一副 然后这个色号是雨雀斐绿 外圈会透这种很好看的隐约的蓝绿色 有一点微微的神秘感 而且直径也不会太大 如果是不喜欢带美瞳的像我这样有一点近视的姐妹呢 也可以选择带透明片 我自己比较常带的是这两款 我自己像是出马短途旅行 比较常带的是米如的这个 它包装就很轻薄是这种创可贴式的 而且它里面的铜片是不用分正反的 就对新手来说特别的方便 如果是每天都需要佩戴隐线眼镜 就是需求量会比较大的姐妹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伊士明这个 它的佩戴舒适感觉非常高 而且它是这种就是盒装的 里面的量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的话整体的话会更加的划算 这个小烟熏呢还是会用到这一盘 我们先拿这一颗比较灰棕的颜色来铺个底 第二步还是拿这盘里这颗 稍微再深一号的这个棕色 第一笔落在眼尾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慢慢的向前晕来 然后来稍微开一点点眼头 把这个刷子给喷湿之后 然后再占去最深色 来画一下眼线 再找一个这种比较闪一点的液体眼影 可以呢重点把它叠在你的瞳孔正下方 呢 非常真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